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暂停 下一集0.2.43分直播 2.43分弹幕高清超清 720p 高清480p 标清270p 倍速0.5x 1.0x 1.25x 1.5x 2.0x 倍速播放 在这里 全屏 到腾讯视频观看此视频 下一个即将播放 取消 广告广告战报 人和客厂三港医生花迪奥普 雷开二度马西卡破门50% 75% 100% Z0027WALK 播放模式 分辨率1920x1080 视频宽高848x480音量50% 视频协议httpscdnavd91bf948bb701534086865d14901a6a40vsmtcdnscom下载速度 华冠写资料 真数错误码 版本号3.4.37 2018年8月23日15.40分10秒 播放流水 F9BFY252D86c191d633bf9dq70201 本地日之点击下载 点击清除 腾讯视频观看完整百战报,联合客厂三港医生花迪奥普没开二度马西卡破门,按住画面移动小窗。 W0027WALK的视频,在报仁和客厂三港医生花迪奥普没开二度马西卡破门,时长约两分四十三秒。 本报上海专家记者萧南,昨晚,上海红口足球场爆发出响亮的下课声,作为这里的主人,上海生花队被声斑骂北京人和队以三比一击败,以爱兵姿态。 亮相虎口的人胡队在收获本赛季数次两连胜后,排名越南升至中潮级分榜第六位,不过俱乐部一位高层赛后对北京青年榜记者坦言,上海之行的三分是意外之喜,球队并不会因此改变宝级的初心,并将为此全力争取积分。 中超专期,仁和高层表示营生花是意外之喜却也实至名归,一周多前,当领头阳北京中和国安,以三球完摆,在同城对手仁和脚下的,事后,很多人以为这是一次重大意外。 半轮中超开打前,仁和六胜六平七复杂列积分榜的第十二位,而他们昨晚的对手生花队则长期,由于积分榜上半时,在上轮以大比分不低华下幸福后,生花非常渴望通过取胜,继续先亚冠入场全发起冲击。 在今年四月八日走科北京的时候,生花队曾以二比零完胜过人和,这一切似乎都给外界传递出生花志在必得的讯号,倒和一周前的中和国安一样,生花并没有做到支笔,特别是对配置升级后的人和外员工机器缺乏应对措施。 开场仅十分钟,迪奥普遍接到马西卡的传球到沟破门,第二十七分钟,又是马西卡助攻迪奥普雷开二度,十分钟后,王刚利用打击助攻马西卡,打击人和对第三球。 半场结束,生花以三球落后,其受到了的心理打击可想而知,尽管高中风登巴巴中场前为生花打击为一粒挽回面子却充满正义的入球,但生花在这个夜晚的计战术失误,通过任何犀利的反击被映占得格外清晰。 半轮过后,生花对排名不过降至第九位,但比赛过程,还是让现场主队球迷忍无可忍。 他们对生花主帅吴金贵发出正耳欲聋的下课声,值得注意的是,比赛第七十分钟,生花队长莫雷洛一次,向防守他的人和球员,罗欣做出走击动作,当执主才张龙最中进,向莫雷洛出示一张黄牌。 不过,中国族协仍有可能就自展开调查,据了解,任何俱乐部对于此次上海之行,并没有非分之想。 俱乐部高层甚至球队新闻官都没有随队出征,俱乐部一位高层队北京报记者说,包括这场球,俱乐部对每个课场的基本目标就是一番,迎生花真的是意外之喜。 但从足球规律和勤奋的角度来说,我们的胜利时至名归。 昨晚取胜身晃后,任何本赛季首次收获两连胜,从俄罗斯世界被落幕后联赛冲燃战火开始,任何在总级结论比赛,中分别收获胜胜三平三副。 尽管在对阵上岗,富力等强队是遭遇到比分胜利,但能够先后再说明,全界,中和国安,生花等净率身上取分,任何证明本队并不是宋分同子。 中超联赛至昨晚战败二十轮,也就是说全部赛程的三分之二,已经进行完毕,任何的战绩为七胜,六平,七复,和第二阶段反应的情况一样,任何队总体表现平稳, 并偶有立刻被农冠军恒大,拉拧投杨中和国安下马等经验之作,对于昨晚的胜利,任何俱乐部这位高层总结论,其实我们自从回到中超以来,一直被不同的人员伤病或停赛问题困扰,但从取胜、山花等强队的过程看,只要战术对头,摆正心态,我们有机会拿分。 对于临赛最后十轮的目标,这位高层直言,我们保级的初心不变,从以往赛季的惯例来看,我们距离上按保险,还有至少六分的差距。 当然,如果能够争取更多胜利和分数更好,我们并不会因为连胜而棒高调。 下轮,任何家作客贵人挑战,保级困难负贵州横峰队,攻陷孔口在全队看来不足为袭,正如主教练路易斯所言,能够在,无论不胜之后,取得反弹并收获让连胜。 我为自己的队员感到自豪,在我们的战斗运没有到结束的时候。